换人中国演员有的是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是唐僧 只是因为五块钱就霸演唐僧 这绝对是导演杨洁心头的一根刺 说不好听一点 就是因为五块钱 当初第一个唐僧汪月离开了剧组 留下了巨大的演员空缺 为了填补这个空缺 杨洁导演找来了刚结婚三天的徐少华 让他扮演唐僧 徐少华年轻有为 模样白皙嫩嫩 立刻引来了妖精们的垂涎欲滴 徐少华的表演也令杨洁导演大为满意 剧组进展顺利的时候 徐少华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要求 他想回去参加考试 什么 你也要放弃唐僧啊 他说不是放弃 就是去考试 我说考试完了不得上学吗 他说不用上学 就是考试 有的时候去几天 拿个文凭就完了 这种不用上学 就能拿到文凭的奇怪要求 让杨洁导演半信半疑 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徐少华的请求 让他去参加考试 毕竟没有唐僧 剧组只能暂停拍摄其他戏份 等待徐少华的归来 不久后徐少华考试完毕回到了剧组 然而他又提出了一个 让杨洁导演为难的要求 徐少华考试完了回来了 没耽误拍摄 但是他又给我提出了一个 让我为难的问题 他要剧组出面 给学校教授 让他能够不上学 却能够拿到文凭 我说当初不是你自己说的 不用上课就可以拿到文凭的吗 怎么又要剧组出面呢 剧组哪那么大面子 能够左右学校呢 徐少华耍赖皮 他说中央台能办到 中国姑娘倪平就是那么办的 那西游记怎么就不行啊 不是不行 是你不给我办 就是你不给我办 但最终还是没答应徐少华的要求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徐少华在剧组拍摄期间 突然消失不见 杨洁导演派人出去打听消息 才发现徐少华和他爱人 竟然上大学去了 打个教务处 找他们处长 回来说徐少华说了 就是不拍几个镜头 请几天假就可以了 我气得在电话里打喊 不是不拍几个镜头 是一集非常重要的戏 几天可不够 勉强拍完女儿国的戏后 徐少华坚决表示 他要以学业为重 人各有志 他既然坚决要上学 咱何必勉强 杨洁导演最终选择了 理解徐少华的决定 然而真相并不是表面 看起来那样简单 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 在一个节目中揭示了 徐少华演唐僧的真正原因 杨洁导演当时非常愤怒 然而唐僧的角色迫切 需要甜蜜 因为下一个拍摄地点在山西 时间紧迫 正当杨洁导演感到焦虑不一时 一位魁梧的年轻人 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这个人叫迟迟重锐 相貌堂堂 举止儒雅大方 杨洁导演迅速与他交谈 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出演唐僧 池仲睿感到惊讶 唐僧不是已经有人演了吗 杨洁导演急忙解释道 这次偶然地相遇成就了 《西游记》中的第三位唐僧 也是最坚决 最忠诚的一位 池仲睿对这个角色充满了热爱 他兢兢业业 全身心投入到了角色中 从容不迫地走完了取经之路 最终成功取得了真经 修成了正果 在光看了这三位唐僧的表演后 你觉得谁演的最出色呢 娶了比自己大11岁的女妇婆 因为继子的一句话留了20年的光头 池仲睿的婚后生活到底有多卑微 我从来就跟池仲睿开个玩笑 你相信吗 不相信 到现在就互相尊重 池仲睿跟我说话 就是您该吃饭了 您该喝水了 该休息了吧 都是这样 这个从来没有说说的 你怎么怎么 池仲睿坚守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规矩 从未与妻子陈丽华说过一句玩笑话 你能相信吗 这对夫妻之间的相处时刻保持着相互的尊重 您该吃饭了 您该休息了 都是相互之间的关心体现 这种状况真的是一对正常夫妻应该有的吗 然而这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 有一次在一次酒会上 陈丽华正在与王健林谈论着十个小目标的项目 池仲睿无意间插了一句话 却让陈丽华当场变得板着脸 甚至回到家后还告诫他越界了 而池仲睿却只是默默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董事长 平时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如此 不带一点亲密之情 这难道是一对夫妻应该有的相处方式吗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他们新婚的那个晚上 陈丽华竟然定下了四条严苛的规矩 第一条是池仲睿在他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 第二条是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陈丽华不上桌 池仲睿也不能上桌 第三条是在睡觉的时候 姿势一定要优美 最关键的一条是池仲睿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前三点池仲睿或多或少还能够接受 但最后一点 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婚后他严格遵守这些规矩 把陈丽华的三个儿子 当作自己的亲生子一样对待 熟悉池仲睿的人都知道 他因在电视剧《老板西游记》中 扮演唐僧一角而红遍大江南北 一跃成为了巅峰时期的影视巨星 然而在事业达到巅峰的同时 他却认识了陈丽华 从此踏入了豪门生活的泥脑 在电视剧中 他为了角色的需要剃光了头发 但在婚后他想要留长发 然而继子的一句玩笑话改变了他的决定 整整二十年他都没有留长发 这时候我们的儿子赵勇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就叫我叔叔 叫我直说 说您看您现在光亮的头发 我感觉到您特别富态 说您现在是什么样 就保持什么样 别再留头发了 就他这一句话 我就没留头发 因为我特别尊重 持仲瑞为了尊重陈丽华 愿意为自己的形象 做出这样的改变 但是留不留头发 本来是他个人的选择 怎么变成了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呢 这也难怪自从娶了陈丽华后 网上就充斥着各种传言 认为他的豪门生活 让他感到自卑 但也有网友赞扬持仲瑞的聪明 毕竟娶了陈丽华 他一辈子都能享受 无忧无虑的富贵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举动让郭德纲激动得不知所措 懂得紫檀的人都知道 一寸紫檀一寸金 更何况是由紫檀木制成的大炮 这是无论多有钱都很难购得的奢侈品 这一举动再次印证了陈丽华的财富之雄厚 陈丽华的财富故事令人瞠目皆舍 他不仅创办了这座壮观的私人博物馆 还收藏了无数珍贵的紫檀木艺术品 堪称财大气粗的代表